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大家好 我是 Mastermind 帶來一首我的新歌 叫流行無罪 其實作為獨立音樂 作為所謂地下的音樂人 可以做到令主流都可以接受到音樂 得來不需要違背自己的原則和宗旨 地下想不到大場面 來自地下的永遠只可以站長邊 看著台上面七層上面的表現 我問音樂是否就是這麼表面 我印證有個心結 我想知道我和你究竟有什麼分別 總結的唯一分別就是我低屬非主流界別 要大路才會大熱想成名感最快節 我認為作為一個Hip Hop Rapper 第一樣要表達的東西 不應該是純粹觀眾喜不喜歡 而是更加應該帶出他自己 在Hip Hop路上的堅持和宗旨 這首歌是有來自Swing的Jero和我合作的 在他臨走之前的遺作和告別作 離開香港之前 他都很欣賞我 我都很欣賞他 在互相欣賞之下 我就給了機會他和我製作了這首歌 你覺得我太憤怒 我既信好過會有好報 我知道這個道理老套過好心有好報 我不需要退路勢要將圍牆推倒 因為我信主流未來是由地下製造 就是這句歌詞 因為我覺得其實 很多獨立音樂和地下音樂的人 是很有才華和非常有抱負的 如果香港的主流音樂 希望可以更進一步 希望可以再做好一點 希望可以再進步的時候 這班人正正是 現在主流樂壇需要的人才 和一些新血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 獨立音樂是可以做得好 也是為什麼我會寫出這句 因為我信主流的未來是由地下製造 流行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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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網 一目一目一目 我是Mastermind 流行無罪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任何時候都不應該 拿一支港英旗出來 在這裡 潛乏國家經濟 經濟法23條 這些屬於半國分裂國家的行為 一定要立法制止 如果 被我承認 一黨專政 的共產黨 才叫做中國人 我 寧願不做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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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答客文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一星期了 有什麼問題 先找個故事 先開開頭 正常地 整個故事 聽聽了 今天主題是指惡行事 題目很簡單 如大家都明白 但其實很深 很深奧 怎樣簡單化呢 譬如在世間 你不是說我不抵觸法律 有好事就做些 但就是很世俗化的善惡 善惡最難界定 非常深奧 因為如果你抱世俗人的善惡 就很容易掉到陷阱 但我們今天講的就比較深奧 因為我開了四句話出來的時候 我自己做了四句話 子樂行善慈悲平等 為官員起 無上無我 所以今天就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因為我自己搞了個頭 不可以說 你不解釋清楚一些就誤導了人 所以講子樂行善 比較深奧 它涉及我們那個 猶太教都講恩果 都講的嗎 講主教講恩果 那個恩果是 你無神量都要有恩果 什麼叫恩果呢 就非常深奧 它恩果是涉及那個元起 就是你有恩有果 但它有一條恩果鏈 在過程之間 用什麼去趁你那個恩果鏈去運行呢 就在我們那個智慧的學問呢 在古印度呢 就涉及那個十二恩元 所以它是三種元素 一個有恩有元 元就代表有客觀環境的條件 有果 那就是三種元素才構成一個善與惡的問題 但未講之前 就像你說講故事 是啊 講恩果故事要講一個 我們都害怕的 所以就 在四十歲後 我做事都害怕的 年輕好像很妄為 就是明恩畏果 你等於你不認識法律 就什麼都不怕的 當你認識法律多 你就很容易害怕的 就是我們知道 那個世間恩果運作呢 我們很多時候做事都害怕的 就是有些 怕著那個後果 會不會真的有變化呢 那個故事是這樣講的 在古代 我忘記哪個朝代 因為那個公案都很聞名 叫野狐蟬的公案來的 有個禪師呢 他每次一個月 有兩次聲唐說法 都有一隻狐狸跑來門口 在那裡 聽他講法 如是者呢 他就很奇怪 有一次呢 他就 故意落了座之後呢 就 狐狸不走 他試了幾次 這隻狐狸呢 眼濕濕不走 他就特地去聊天 那那個禪師呢 有功夫的嘛 那一攝神呢 一算 哦 原來這隻狐狸呢 他做了五百年狐狸 他五百年前呢 都是一個出家人來的 就是都叫做一個 有功夫的出家人和尚 他上來去收視的 他有一次呢 他 聲唐說法 講經的時候 就問他 他說那個善惡呢 如果人成就了之後 就是我收到可以出三界了 有沒有因果存在 就是譬如說 以前有些人說 你做了神仙啦 或者你上了天堂啦 究竟那個因果還有沒有呢 是的 那這個禪師呢 就答他呢 就說不落因果 不落因果 這樣就做了五百年狐狸 那麽大件事 就是 那變成現在他 一算到呢 就跟這個 這個大主持 就跟這個 這個狐狸講 跟他說法 他說你牛冷淚 就是希望我解給你聽 他說你說錯了一個字 應該不落因果 不落因果 不落 不落因果 日治編載個 木勢的不落因果 就是說就算你大修行人 你離開了卡環的約束 出了三界 但那盆因果不會消失 不會消失 仍然在這裏運作 只不過說 你沒有開機 你不受他影響 那盆因果 你不受他影響 那盆因果 那盆因果 怎麼去拆 博士會不會參加賭樑行動 不用賭 他自己賭寫羅蟹 不用我幫忙賭 都不用推一把 他也賭寫羅蟹 對 那盆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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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以眼報 他指著唐英年先生 說人家說謊 今天就是日夜被人追著 報那個音 告訴他 是不是報應得很快 我都猜不到這麼快 在這個報應 叫花報 對他有好處 就馬上來 如果遲些報應 他更慘 但是現在他答不到 他應該學董傑說答得 照版主要他兩師徒 好像說 一個帶他出身 說 留下很容易 下來很痛苦 不是 就是下場很容易 是不是 留下很痛苦 一樣翻辦 現在真的是痛苦 但是他不信我們說 我洗人傳了話 叫人不要住在禮賓府 你一住就馬上出事 一住就出事 兩百尺變三百多尺 然後被人拆了赤柱大樓 然後再拆了證據出來 是不是 他受不起 但是不說他 這個世間已經有公論 賭不賭糧都不贊助我一個人 是不是 他賭寫羅蟹 但是他適當時間 對世界有危害的 我們一定有 因為我不喜歡跟大隊 我有我的方法 以前董建華 我一針就打謝他 這個快的 這個不說 那時候東方日報 洩漏了出來 就是說 在香港 賭董建華 最厲害的就是郭兆明 登證報紙 我不知道哪個人不告訴他 誰不靈通 誰不靈通 誰不留這個行為 給《東方日報》的人知道 因為只有幾個人知道 一個用的方法不同 但是他都 我們有一點點意外 就知道這些人 人是世間找到飯吃的聰明 但我們講一下背後 整個背後都是共產黨的仆街 今時今日香港回歸十五年出了這麼多問題 你中國共產黨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 是沒有做到好事 頭一個你選董建華 揮鑊 第二個選曾蔭權 沒有說緊揮鑊 因為他選曾蔭權拍過唐英年上去 你做個二世祖不會做事 又抱著女兒 喝完酒 晚上我不回家睡 是不是 那你就在香港揮鑊 一個在想辦法 搞一堆 你貪污真那些就搞一堆 搞一堆睡餅 叫人拿相機來看 叫親戚上去收兩件 當禮物 就不出聲 他臨走搬屋他都是的 他曾蔭權離開了一堆庫 他的廚師爆了一報紙 不是我們講的 賣了一報紙的 斷車斷車的那些鮑魚啊 那些海味啊 他老婆說他不超過五百元 那你拿司機抓廚師出來拿一份好工 就讓他慢慢解籤了 是不是呢 他不報的嘛 所以你 到你再選梁振英 選唐英年 你誰做都死的 你兩個說誰做都死的 你初初以為梁先生好些 但是他就是 背後就看到共產黨 處理香港事務的那幫人 全部拿去就是要落鑊的 全部要檢討批評在一個組織內部 這個是郭先生的意見 你不只可以拿得梁振英 你整班是他們共產黨中聯辦啊 廣告辦那些仆街製造出來嘛 是不是呢 有因嘛 這個就是有因才有果 你梁振英那些是果來的 如果你共產黨是一個有才華的領導 他選出來 你明知香港那麼多人真共的嘛 一大部分都是移民來香港的 在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 南下香港的大陸人多 還有你共產黨所作所為 再經過那個文化大革命啊 三反 四反 五反 一邊積累下來 那個八九民運啊 你自己要做情報 你是要拿真情報嘛 知道你樣衰 經黑人真 那你選完特首 你就不要叫梁先生去中聯辦 他說去你都不應該讓他去嘛 一個政治的成熟的人 你都不得知己知彼 你以為你真是現在共產黨拿去中國的權力 肆無忌憚 是吧 那你就慘了 所以我們不可以只怪梁振英他們 就是說你有個什麼因 有什麼元素 有什麼土樣 你才製造什麼畫面出來 還有一件事香港人要檢點的 要檢點什麼 我沒有理會政治 但我記得不知道清楚 希望網友提醒 因為我沒有理會的 不過我自己 我人生兩件事 健康金錢 除了不關我的事 美女 別搞阿sir 這些是你們的事 所以我兒子好像是健康 第二 盯著整個市場 什麼時候有錢賺了 然後有沒有美女自動埋身的兒子 我追就費錢 費時間 所以沒有理會的 但是如果我看報紙 我記得好像是2006年應該可以有直選的了 不知好像民主黨欠一票過不了那個 搞到沒有了直選的嘛 那現在你那幫偽君子坐在立法會那裡 在那裡吵犬巴閉 好像說梁振英大話精 那是正常的大哥 做那些人講大話怎麼做 政治最厲害的 那些人都在立法會講大話 那些人都在立法會講大話 這個世界就很奇怪 那些人就不到那些市民 他們全部現在梁振英大話精 那些記者啊 古靈精怪 那些沒資格講人 他自己在講 那些新聞記者又講大話吹水 是嗎 造謠生非 是不是 無空氣浪 但是這個背後 然後呢 就全部是中國共產黨 在回歸前後 沒有訓練到人才 也都是不懂得選擇 你選擇不到 就是你全部共產黨 你那幫處理事務 包括李輝那些黑衣 全部都要拿去召費 召費那麼少事 召費 那麼少 總共產黨的組織不放過你的 那你廖輝叫我老婆下來 搞什麼團 什麼舞團 哪個民政署 哪個批錢給他 這麼差 你不批給你廖輝老婆 嗯 整天來香港演出 一百幾十人 大哥 很多錢 是嗎 所以這些東西 你全部 你中國政府 喂 你的資源是我們人民的 你不要當共產黨是你的 大哥 你中聯邦駐港的工資 食物 交際費 是人民的錢 大哥 我們那些人不發聲 所有香港人都可以發聲 大哥 所有中國籍的人都可以發聲 射你 射你 射你共產黨 你搞什麼 是不是 那些是人民的血行錢 大哥 你拿來被這幫木仔亂浪 要浪費 要浪費整隻蠶腎 沒有一個好人 沒有一個出來賜人軍 他那當事是怎樣 他立法會 就是告訴年輕人 你走出去中華 見到這些人 你不要叫西裝不停打了胎 裝了學者 古靈精怪 只有一個殼 現在你說這件事 最開心的 我想殺的人很久了 誰 但現在他自己不用殺 自己自殺 那是鳳璇 搞那個什麼 香港藍皮書 這個不家產 和趙善波 就是出身的 嗯 是不是 這些現在就是自己自殺 對自殺 你看那個死人相 吳家產 歪嘴的嘛 這個人 一早做 你香港整個當事 就被那些左棍 埋堆 靠攏共產黨 給假情報 給假意見 這樣死的嘛 歷代都出現這些 那些木偽 木偽 木偽 靠白藝 混雜種 鑄蟲 最慘的 他吃香港的血 跟著鑄去的制度 說鳳璇那些 你看跟趙善波一樣 那些是變出來的 他還做檔東西 什麼 研究中心 在浸泉大學 拿些經費 政府申請經費 還請中國 共產黨的幹部 那些人一定會分錢 那些人一定會分錢的 是不是 你的組織內部的監控 你就不要趙那些人 是不是 現在我投訴 我用人民身份投訴 我引用你共產黨的黨章 人民有監察你黨的權力 現在我郭少明監察你的黨 是不是 誰分錢 怎麼分法 怎麼整個中國模式的國民教育 拿出來 千百萬整個一本 整個這麼多東西 那些人分錢 那習近平有魄力的 你不去 你不去開殺蟲水噴這幫人 你不去開殺蟲水噴這幫人 是呀 說起習先生 有人問 習近平先生的南巡深鎮 和各個南方的大城市 有什麼玄機在裡面 有什麼含意呢 因為他爸爸當年是一個 先鋒人物 是一個很 我上次講過的 習先生家父習仲勳 是一個都叫做好的共產黨員 就是魯一脫 魯一脫的精英 他是成了鄧小平的命令 他開放深圳先頭部隊來的 執行政策 很強項 所以他得罪很多人 還有很多都是一個很有骨折的前輩 習先生自小應該看到家父 所以這次南巡 他表示了 中國一定要延續這個改革開放路線 不只是經濟 所以他改革很快的 昨天他才出了一份東西 都很厲害 出了一個決策 他們都很厲害的 有些因緣 因為當年 我有一個學生 由我教他做官 兩年內徵三級 去到做一個城市一把手 一掃就掃了二百多個司法部上課 他很厲害的 他是開放了網絡 被人投訴 現在這個人都做到很大的官 我叫他給予建習先生 用回你以前的經驗 所以他開放了網絡 一刀背脊 就亂拘捕人 但是這樣發展 他是要小心的 因為他有一個後遺症 怕著有冤獄 很容易 怕著有冤獄 因為執法的人 靠高淡 像以前抄牌一樣 你去行逼 當席的警員 每條街 你要抄幾多張回來 你抄不夠 就有壓力 所以他們要搞特赦 武則天都試過這樣做 結果就是有冤獄流行 一定要搞特赦 一定要搞特赦 就不需要明示天下 在組織內部 在組織內部處理 你怎樣的情況下 有特赦 你叫做 武功都有勞 一生人做黨員 六十幾歲 但是他們那個貪污腐敗 都是為了子女 他為了子女而媽姑姐 有些人多數被女人害 用他的肚子出來 就像溫家寶 被老婆害 就算你沒有明示暗示 他老婆走出來 自然有些柴子 當然有的 跟他搞什麼搞密 當然你自家不靈 現在溫家寶就被人說 叫影帝 今天看資料 好像他的弟弟和周永康都落獲 好像傳出來說要落他們兩個獲 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習先生也要小心 因為這些惡勢力都不是前男性女 反撲力很大 但是那個因果很奇怪 你撞起來就快報應 賣報紙我看到 說中風 中風現在急救起身 都半條人命 我們說最壞些 以前粗俗些 就是抱著女兒 流眼淚 起不了快 一群派鑑上青樓 因為搭著女兒流眼淚 起不了快 是不是 嘆了在那裏 半身不遂 這些都是報應來的 報得很快 他們真的報得很快 這個梁仁鎮英 他報得很快 但是他又 再講回 俗世些的層次 正我講的 他整檔事出今天 就是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官員 一定有習武旁財 你又選那個 不選那個 選那個做民政局長 選那個入行政會 就減了你自己 整個垃圾 那就累死了老闆 你那些陳茂波 這些人一出事 自己馬上引退 你不黑勤會一輩子 就馬上引退辭職 你害死老闆 負資產 你自知知名都沒有 你梁振英自己 又不是做官的 又不會做官 手起刀落 沒有溫情講 官家無私事 即是你做官場 你不可以有私人感情 馬上就要殺 你樹個威網 讓人知道你有公信 但他整間 他講私人事 正我講的 大原則 大方向就是 共產黨錯了 回歸看局 和各個私心 拉群結隊 但是看現在的局面 大家不要被表象欺騙了 有什麼東西欺騙人 據我收的情報 有共產黨集團的幹部 是給錢人反諒的 因為共產黨很多幫人 當然 還有幫結派 是不是 有一幫人支持 唐先生以前那幫人 究竟是什麼人 有錢人 你看局面的畫面 很神奇的 哇 民主黨這麼勇 賭了梁先生 就沒有你份做 為什麼這麼勇 但是香港有一幫 有錢都養很多議員 每個都養一堆人 有個機構都養十幾個議員 每間大機構都養著 你在議員裡你跟到 他下面有什麼食肆 有什麼桑拿 大家心口是免費的 給很便宜的 那都是很多遊說 有些公司請你做 那些非責行董事 最好 掛名顧問 所以他這間公司養一堆人 所以到現在 你們不要被假象看得到 沒理由這麼勇 因為我比較冷靜的 看世界 你倒下來 誰有好處呢 沒錯 是嗎 你說馬上有好處 林鄭上去做特首 先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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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扯回你下來 他換回自己人上去 所以為什麼你問我出不出街呢 我要看定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被人利用 倒了梁先生下來 哪些人最得益呢 此其一 此其二 他的死因 就是他老婆引起這個 當然梁先生性格缺陷 他們那些語言技巧 口技 叫口技 待會他走去博蘭街 如果扮女人去做鳳姐 燒姑娘都行 現在送梁這件事 化妝扮女人 學梅蘭芳 反串 蹲在博蘭街 一樓一樓 梁小姐 燒後都行 這麼多口技 男人大丈夫 你過不了關的話 你第一份合同 那個SP 一寫 對方說要你有錢店的 我不承擔責任 即是說你老婆 他老婆做狂兵性的 是最熟悉的體系 他老婆知道的 他老婆知道 你梁先生做老公一定知道 你梁先生做七娘先生 當年這個Miner的東西 嘩 多了幾把車出來 不出聲 都是叫多了 那就當是賺了 那時候政府 給我買樓都是這樣 沒有人理你的 即是沒有人理你的 譬如我那時候 我買鎮堂 有個天台 很多僭建物 我都照買的 對方也是寫明的 僭建物 他不負責 這是事實來的 我知道 因為多了 都要拆就拆 他因為他測良師 這麼熟 還有人面 一定能過關 所以香港無事 如果他不是出去 選擇手 哪有事 那這些老婆 這老婆這麼瓦炸的人 他現在拿人份契 拿些照費 你這麼看 他自己是專家 所以他說不知道 這是最大錯誤 好 到現在 你搞來搞去搞一下 我整個十幾篇 一見他老婆 看過怎樣說話 因為他做律師 就是想閃身 左閃右臂想脫身 他不知道法律上 就算你上課 我第一童 我的PG 認罪求情 那就沒事了 但他不是 這些是女人的天性 女人的天性 女律師的天性 死女兒 加上她老公的天性 你第一童出來 我買回來知道有簽經 後來我整理了 如果整理不好 照政府的指示 我再整理完 然後如果我聰明 我叫屋宇室查詐廳告我 立刻告我 違規建築 拆了 然後上課罰我錢 那就下班了 是啊 要什麼 說人說去 是啊 你看到這個人 處事 是不適宜做特首 無大器 因為你連給都不適宜 我看第一時間叫屋室告我 第一時間排回去上課 罰五萬元 然後你那個地勞 我當你用了二百尺 補回警察 補回多少地價 現在封了它 那就下班了 喂我接受了法律制裁 但是他們沒有我們那麼厲害 那你在那裡搞這種口技 然後聽我老婆怎樣 想射箭脫身 然後你那些拆鞋子 就不懂護主 是不是 那你一定死的 又是兜在文字上做功夫 沒有沒有 他們沒有什麼人才 他們沒有什麼人才 吃鹹魚底河 有些東西你摸鼻子的時候就拍 當年我們打的那個人 我有場打架的 我現在引以為榮 一上課 法官問我 我如果再發生 我再打到一場 打架 當然打 我女友在酒吧 那女兒被人摸 那陣子還有法蘭棧 摸黨 你跟她坐在一起 一定在打的 所以法官說罰兩口水 我照打 好 我們下一節 下一節 下一節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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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 音樂癖好 大家好 我是Kelly Jackie 陳曉琦 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新歌 就是七言之養 我成交流 音樂癖好 及綫藝 漫 頂 人情 的甜度帶給她的愛情創傷 令到她在這七年期間 都不能夠重新去投入一段愛情裏面 有很多東西其實在我們人生裏面 都可能影響著自己的 很多是會成為一個 永遠都瞞不到口的一個傷疤 但其實只要你肯放下 和真的要承認那件事已經完結了的話 很多東西都會有一個新的開始等著你 這首歌是作曲和編曲都是Edmond Dunn 我自己就是負責填詞 如果你要我選這首歌中最喜歡的歌詞 其實真的很難選擇 因為這首歌詞是偏向一個故事 所以真的很難抽其中一兩句 所以我唱完整首歌 最好就從頭到尾都聽一次 你們就自然明白我為何這麼難選擇 剛剛收聽到年年又辛苦 供給她的關注全球之故 終於肯成了這前任最後的夢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我是Kelly Jackie 陳曉琦 郭博博士答客文 繼續第2節開始 有些網友問題 先有些八卦新聞問一下 曾志偉涉嫌掌掛同行 多談有沒有意見 我跟他家父以前認識的 我不給意見 因為他們都有 因為有人說藝人的行業 是屬於半片門的 半片門 以前有些黑社會 又欠人去拍戲 又打架 他們那些生活多數不是很檢點 因為香港那些演員 出身不是和外國那些電影學院出身的 多數以前那些攪不上的人才去攪 那些攪不上的人才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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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不上那些女生 或者選港者出身 男生也是 三雲結隊 他的家父曾啟榮 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都在軍莊來說 都賺到很多錢的 他爸爸是我們的長輩 他搞了一個現在還有一個警察元老足球隊 是 那整班手足都是那些元老隊打球的那班人 都是他家父搞出來的 現在還有存在 有一班退休的警察部那些人都還在打球 那時候也請我跟他們去搞開球禮 他的真摯偉他們那些人出得來喝得兩杯酒 所以整天在我們那個子國行禪的酒 我們都叫別人不要喝 會壞事的嘛 所以他喝大兩杯 喝大了 喝大了的 他們那個生活不是那麼堅定的 三雲結隊 但是我就不喜歡跟那些演藝界的人來往 就是因為我是猶太人過性的嘛 他們那些人都不找數的嘛 你跟那些明星出來吃飯 不關於那個男人沒有什麼錢 女人你阿姐在哪裡找數啊 不收你居馬費好笑的 給面子你以為你沾乾了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追女生追女生 就這麼多面手 這麼多趁家馬路 你又要滿足她的那個虛榮 床上要滿足她的 你一定會死的嘛 兩樣你都會死的 所以那些男人最老襯 就認識一些藝人的嘛 嗯 是不是 他被馬路搞到散了 是不是 他喜歡你 你那真是 你有錢他就埋你身 但是你滿足他不了 他一定搞古怪精怪的 他們那個私生服很吵架 以前廢話說 以前我馬來西亞去探班 我去探我女朋友 有件很紅的女人的 一天都要搞幾件的 是不是 他有空 那些人在場上找個臨記 去探班 那些人很難滾的 但他們那個圈子很怪的 不爆出來的 大家有一個道德的 他們有一個道德的 他不跟你外人搞的 自己圍內圈子一搞都亂了 因為這是很正常的 男女女都是一種有性慾問題 如果那個問題你都不回答 很多網友都想問健康上的問題 始終身體是最重要的 有個網友想問靜脈曲張 如何防止靜脈曲張 以及胃酸倒流 靜脈曲張在他們的醫學有些叫筋柳 有些叫浮筋 浮筋 浮筋意見出來 他的成因就是 整天站著的人要小心 還有懷孕完生兒子的女人 多數都有植物曲張 同樣那些女人穿高跟鞋 站得久就有植物曲張 教大家一個方法 如果做得站著 如果你想沒有 你站在那裡 你用提高的腳把 腳尖向上來站一會 腳尖向上 他打開後面的按鈕 後面有個按鈕 他打開後 心臟的血液 就可以倒流回到心臟回流 他的脈曲張是你回流不到的 站在那裡 腳踩在地上 腳踩在地上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動作 針對性的動脈曲張 我本身懂醫 怎麼醫 因為那時候馬來西亞 他在海南島 是一個全過去的衣術 來的 有一幫華僑去馬來西亞 由海南島 就留下了一套衣術 專醫這個植物曲張 他用手背來治 一查了鐵打走 一拍到彈 你痛到飛起彈 會散的 但我覺得他這樣散完之後 都不是斷尾的 所以他一定要站回 這個站的姿勢 即是站幾分鐘 十分鐘八分鐘 一天 他站在那裡 再開個按鈕 然後 找些東西自己拍打 但最好找個中醫條理 中醫 他有幾種成因 有寒有熱的成因 他那種 影響 倒流不回 回流不到心臟 但多數 大部分都是由 站在那裡工作多 找中醫條理 所以就留下這樣站的功法 即是腳跟站的功法 一定要夾起腳趾 站在那裡 很多銷售員都有這個問題 是啊 一定夾起腳趾 盡量有可能 你就去洗手間 坐在那裡休息一下 不要真的站那麼久 走去洗手間 十分八分鐘 你都要休息一下 即是這個是 一定找中醫條理這些血脈 醫治就由中醫那邊 調理血脈 但自己要練習一下 防止那邊 防止那邊 你瘋了之後 你站都可以練習一下 還有你如果忍得痛 你就可以找些捱咎 找個風筒吹一下 慢慢拍一下也好 有幫助 塗藥酒 塗藥酒 在那些筋那裡 找個風筒 然後慢慢找個沙板 慢慢掃它 掃它 有什麼問題 有相關的網友 就要記住方法 還有 剛才衛酸倒流還沒回答 衛酸倒流的成因 很多人中招 在這幾年間 從火鍋店開始之後 跟火鍋店有回答嗎 衛酸倒流多數 打火鍋出事 衛酸倒流多數 煞出來 它很好吃 吃得太多 吃完東西 回家就睡覺 又喝啤酒 又喝啤酒 這樣就興奮 衛酸倒流多數 你要 臨睡前三個小時 不要吃東西 如果一吃過飽 你不走運動 你馬上睡覺 就會變胃酸倒流 成因多數吃火鍋 如果 但他們不知道 要因吃火鍋引起 因為吃火鍋 多數打得很久 根據我自己的 醫學的常識去推斷 因為你打完那裡 吃飽飽吃醉 你就貪吃 吃得多 就脹著胃 它未消化完 你就睡到床 這樣引起的 如果有些人中了招 他睡覺 要找東西 扔高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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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睡 還有就是 多些做運動 一定不要 睡覺前三個小時 一定要戒掉 不要吃東西 還有你 又不要吃飯後果 不是 五點後鐘 又不要吃水果 哦 又不要吃那些 澱粉質 如果你晚上有餐飯 澱粉質 吃少些 好 如果你想人家死 你叫他們飯後果 一定死 通常都是這樣 是 害人 可以害人 這招幾陰 因為他吃了食物 你這個人體 神經系統 你要排泄膽汁 胃液 來分解食物 但是你那些 還沒分解完 你弄一堆水果下來 就死了 它變成整個 整個 消化神經系統 亂了 它排第二種元素 來分解水果 不同系統 不同元素 的食物 給它中招的 還有廣東人的習慣 如果他吃完飯 喝碗湯都死了 所以這個又是大忌的 你喝湯 麻煩你飯前喝 你飯後喝得很高 因為你要胃酸來消化食物 你倒一碗湯 就沖淡了胃酸 那你的消化功能就散了 那我們適當的吃水果的時間 是 早上 飯前吃 或者下午吃 中午飯吃完之後 隔兩三小時 等它消化完再吃水果 你不能一起的 不是出事的 你想人生病 你就請他吃水果 吃不飯 吃多一點 他會很快死 如果我早上起床 脈皮 放些香蕉 或者是藍莓 那些有沒有問題 最不好 你吃水果就吃水果 不要混在那麽多的蠟雜 清食的 吃水果 所以他 有一種方法很奇怪 他用鴨蛋殼 不是雞蛋 鴨蛋殼 用來磨成灰 是專於胃酸導流 如果有些網友 你給我們 是新鮮鴨蛋殼 他要來磨灰 磨灰 磨粉 沖是專於胃酸導流 你給我 因為我還有些弱癮 因為一些方會問 他的症狀是否這樣 才可以告訴別人 另外也是醫學上的問題 有位網友 爸爸中了風 他就說 如果我幫他 他幫爸爸拍腳 有沒有效用 不適宜拍字 不適宜拍字 因為 通常如果中風 真的是腳出事 你中風 要是有缺氧 血不上頭中風 要是血壓高中風 但他成因多數在腳 要是在頸部的動物 今天這個就是大家的動作 這個可以幫助別人 上年多的人 或者你告訴家父 親人 右手踏左邊頸 那個動物 有空這樣拉 這裡 對 左手踏過來 左手踏過來 兩邊拉 那有什麼特殊下 他不會缺氧 血上頭 通常你的動物 會硬化 會塞 他引起中風 上不了 按摩一兩分鐘左右 自己拉一下拉一下 拉一下拉一下 他就防止了腫風 還有 多數有些是腳失的 那次有個網友 來問我們 在那個討論區 他一說 一些病徵 我就算到他一定是腳失 提醒他 那真的回覆回來 就是腳失 所以一定要做好腳 一定要 先通了腳 如果發生了中風 他要找個 有個地龍活血丸 地龍活血丸 大家記住 專門幫中風 阿偉基信 我都叫他用了 就好了 那時候他見到我拿筷子 都沒有力 我跟他做了兩下 通了 馬上拿了筷子 有力 然後我叫他用地龍活血丸 就通了那些阻塞 地龍 就是用憂癮來製的 在哪裏買呢 香港好像在漫兒大廈對面 有一間人安藥行 九龍就在樂道 I Square 旁邊那裏有一間十川藥行 那個針對性 對中風後遺症 我沒有事都要吃的 沒有事都要吃 沒有事當然吃 大佬 你有什麼所謂的通 因為他那種幽隱造 就專門通微痴血管 通微痴血管 人最重要 如果你保持腦的血管 暢通這個最重要 在上年紀 因為腦的血管最微細 是嗎 很脆的 和人後面那三條中脈 他人死就說你的脈絡 一路一路斷 微痴血管 脆的 斷了你不知道 所以變成有些 是不知不覺 有些突然間來的 你的心臟衰竭 都突然間來的 你斷了 他每個人 我們人有病 有五萬幾個基因 會令你有病的 有五萬幾個基因 令你有病 但現在每個人平均 都有幾百個基因 只有兩種基因出來 你就會有嚴重病 出現 很多這些基因 異變 就是你的細胞缺氧 你想想 我們大腦的細胞缺氧 分幾個小時都死了 細胞 所以現在 因為人不珍貴 他好像 我們的拍腳功 加泉水 加上你拍腳 其實那裡 帶上舊褲來拍 草地就厲害了 你不帶褲 你睡在草地拍 差 kannst 你吸之地 有 bom的水 來分解你的血液的雜質 你用那個震浪治療 拍腳在記迫 我用人來做海嘯 把照片閃光化 些如一些鈣質 人不匆盧 每個為癡 真要焦 pasado 停止被壓力 就排出來 Terror 你大至退退 也可 因為身體 拍腳時 你的呼吸 特別吸血量多 變了它有一個帶氧的功能 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我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創出來的醫術 我在FIDA醫學我自己研究出來 我們還有一類的 我FIDA醫學是用聲波來鎮走醫病的 有八種音的 在中國的佛學 在天台子館偷了五種音 拿了五種音放下去就要醫病 但我們八種音醫病的 人體的骨折 關落 人體的血管 有一個交叻位 轉折位 它那裡有我們叫做蜜落的穴位 有一個聲音可以震散它 震散那些沉積 癡實 蓋化 但你蓋化了你就難用聲波震鬆它 所以我後來研究了 現在我做這個人造海嘯是自己搞出來的 這套醫學 我什麼都不用吃藥 我最重要是有靚水 有太陽 我一拍的時候 我自動呼吸是強了的 我帶氧的 接著你一拍的時候 它的熱能就來的了 整體人的地水火風的元素 立刻 嘩 全力 全力 而且它散了你的屈結 人有屈結才病 那些關節 器官 周邊 Develop doe 擱鈴 尺 siècle 臭爪子 視 newsletter 我們上升 那就病了 你不得了我 怎麼一次 你唯有震縮 然後你的水分解了,我不依靠你的藥 除非很特殊,我要用草藥去補回禮案 例如有些細胞病變,我用草藥針對性治療你 無可來害,要用好的草藥 就像糖尿病一樣,之前有網友說 糖尿方能否治療斷尾呢? 如果飲食是斷尾的,有兩條草藥 哪一條草藥不斷尾,如果秘密因 譬如有些人吃草藥不斷尾,我義務幫你看 因為那些水及秘密因 有因果在內 或者遺傳基因有糖尿病是另類的 但如果是後天靠飲食,那一張草藥是斷尾 那肉排的泉水呢? 那肉排的泉水呢? 那你跟著照我們那個步行線,練功呢 它一定是精神爽利的 那肉排泉水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有兩樣東西配合 當然要配合的 我們借水的分解力,靚水嘛 它製造一些靚的血液嘛 我也不賣廣告 你見我沒有說登廣告 賣廣告很便宜嘛,幾千元,賣姓慧欣版 有牌賣,做些什麼 我哪有這麼多貨賣給你 我搞成二一天的牌制 但那些網友有餘份的方法就做了 你又不可以做些假東西賣給別人 你做些東西你自己沒有收過法,出街也不想 現在他們來都很划算的 因為原來現在身體很貴 原來香港現在不要用來計算的 但是現在我那個量子機是三十多種東西的 如果這樣收你錢都大 那時候我不收錢了 你們買個肉排,熱身體,走賣 你驗身都不止了 那部機多厲害,我查過幾個朋友 我朋友都獲了 然後我以前有一個無線的經濟的主播女記者 她現在去了政府做事,她來探望我 我問我們檢查一檢查,為何你連臉色不好 檢查完之後,我叫Amanda給她的電郵 她回去看,打電話給我 她說很厲害,我自己知道我有些病 她把我檢查出來,我們快點去看 那部機多厲害,量子最新的,德國偷回來的 她現在來我們買個肉排,全身檢查三十月 每樣收你錢都死了 原來每樣收錢 有什麼問題 馬上有網友在說,這個打邊爐的問題 打完邊爐都很睏,好像缺氧一樣 是不是吃了太多毒素 對呀,所以很興奮,你立即睡就死了 立即睡,胃的功能不夠力了 千萬要三個小時前,不要吃任何東西 睡覺前不要吃東西 睡覺前不要吃東西,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 不要啊,你一早吃東西是一種享受 你五點六點鐘,今晚我要享受吃東西 那我就吃兩三個小時,享受世界,大家聊天 回家就睡覺,但香港人很少有那種休閒 西班牙我們吃午餐都幾個小時 十二小時吃午餐,就吃到四點鐘 所以他們經濟不好也有理由,太久了 吃那麼久了 但這是一個福氣,你要用那個慢的步伐 真是很羨慕他們可以這麼休閒 你可以自己不改變世界,我就這麼晚了 像你們約我喝醜,下午兩點 第一兩點鐘,他們的點心就是半假 我知道之後去到半假,免查錢 慢慢喝,一個多兩個小時就不用做 我不需要和你的人陪在一起傻 你改變不了世界,但你可以做自己一個小型世界 自己運作,不關你的事,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想問,小朋友的自閉症 現在流行的自閉症有沒有可以治療呢 有些可以治療,你也不治療 可以治療也不治療? 可以治療也不治療,因為他自己故意自閉 在胎的時候 在胎的時候就會自閉? 他自己製造自閉 他不希望在這一輩子再犯惡事 因為他還有最後一輩子做人的機會 他就要走了 離開這個輪迴的束縛 但他要做完這一輩子 他如果怕我做了人 因為他入胎 他在媽媽的肚子裡 給他十個月 他那個靈性是迷目了 前身的記憶隱蔽了 再由生出來的時候 被胎氣一沖 更加一痛 你的陰道這麼窄 所以他一出生的時候 他立刻哭了 你受了寒冷風刀割 當時被胎氣一沖 他更加忘記了他的本性 所以他一出生的時候 他就自己生一邊 要是聽不懂事 要是聾 要是叫 要是蠻 他不希望在我做人這一輩子 我犯惡事 因為我一出生 我有殘缺 我沒有機會作惡 我沒有作惡 我就做了一輩子人生 我就走了 但他來這些出生的人 他帶來家裡 一定會旺家 他不欠你的父母 所以我們一定要看 每一個角度 他就問他 你那個小孩出生的時候 之後你的家運怎樣 家運一好 我們就不出手幫他 你不要理他 特徵就是他的家運好 他會帶你好給你 他不欠你的 你照顧完 他自己就走 但有些不是 有些不是 他們拿你債 他們拿你債 我們要算一算 他和你怎樣還給他 那個是可以醫的 那個是另類的醫術 比較很神奇的醫術 但如果你普通人 你可以試一下 或者你不是他前世的恩果 來自閉症 是你懷孕的時候 吃錯東西 懷孕的時候心情不好 或者跟老公打架 或者發紋症 或者自己有些姿勢不正確 而影響到他的成長 你就可以 那些年輕人 你自小立刻教游泳 游泳 一兩歲 一歲左右 要叫他教游泳 他硬要教游泳 有什麼特別用途 他離開地生吸力 希望他在游泳裡 再重複一次 因為他在胎裡有水 泡住 是啊 他出生之後怕水 但他在游泳池 他浮起自己 他離開地生吸力 他這麼小 他成長 他會走多一次的 神經 接著就可以 最好兩三歲 你就教他 找個專人教他 踩一個單輪單車 他一直踩一個單車 因為我試過 在國內 拿過這些 弱智學校試驗過 有效的 他馬上整個人精神集中了 他真的忘了我的境界 因為他意念全都專注了 你一不集中精神就掉了 你踩一個單輪單車 就算那些傻居仔 一上去踩 你強行給他慢慢練 他練到之後 他整個可以回復 你們不妨試一下這個方法 就是說 你不是縮小的Karma 不是前世的Karma 而影響自閉症 是有人在胎裡吃的食物 而影響出來 有偏差的話 他本身有些 有些 在胎裡有些個性 突然有些疏忽 而令到地方偏差 你游泳和踩一個單輪單車 應該可以治得到 可以找些個案去試 那是一個很針對性的治療 比較冷門的衣術 是啊 還有些什麼問題 現在即時check room 有位叫林志明的網友問 他說肩膀肌肉蓋化 有沒有辦法可以治療 這裏 那些好事 就叫你來教我 在網上不講 暫時不講這個問題 因為暫時不講這個問題 我怕你說了有些人學了 其實不對症 害到人 因為單單事件不同 就要有不對症 那請這位林先生 我可以給意見你怎樣治療 我是不是醫生 但現在的醫生 我看不起他 是嗎 那林先生過去問一問 也有網友問 皮膚很多水泡 全身都是 怎樣做 要來看 要去看 要去看什麼成因 要去看什麼成因 那你誤導了人 我只是給你意見 我的經驗 應該你找什麼醫生 在藥房買什麼成藥 為了怎樣去處理 嗯 就行了 那先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 郭先生支持的陳雄 免費補習中心的發展 現在是怎樣的 這個我沒有理會 我們每個月都給他們7,900元 嗯 就是幫補他那個交租的 他租多了一間房 後來 我們每個月都一個文化基金 那時候他們 蕭先生說跟他搞過 那個補習先生 叫我去看看有沒有地方 我幫了他 但我有一次 他有請過我出席過 有些聚會 我去過 那我去過很多小朋友 都是有多少是低B的 但是陳雄先生 都是一個讀書仔 有一番熱血 那他最近搞的籌款 我都見到要給他意見 他搞大爛餐 叫很多人拿東西去移賣 賣人回來 又會計師又成搞很久 搞了一兩場 回來得了一百八十幾元 我大哥你不要這麼搞 你告訴我 你都不要出街了 他只是老實到 旺居居 搞完了 籌款都除了 開銷就只有一百 一百七十幾元 你大哥 勞私凍壯 你告訴我 他弄皮的東西都好 都好 實力人 他這些是很難怪的 他這些讀書仔 可以叫做一塊飯 都不知道世情 又沒有去秤過 你有個目標 我目標是想籌十萬 我就籌十萬 有什麼班底有什麼能力 可以籌十萬 你要計算 有沒有人先認了頭 有沒有人先打底 他們沒有這套 這是不怪的 因為他們都不是這個 世間有經驗的人 有空寫文章 講講寫寫 教書仔 第二個問題 近年很多人都相信 求密宗保佑 這方面有沒有什麼意見 漢人不應該學 漢人 西藏人要學 有分別 有有有 他那個地域的宗教 他們那些人適合他們那一套 他搞神搞鬼 搞幼稚園 所以你看他的密宗那些壇 五顏六色 紅綠綠 那些是小朋友 幼稚班不成長 有幼稚園 追求顏色的人 低B的人 西藏那些比較邊地的人 低等的人 是對他們的 那些漢人學 你從聰明變蠢仔 那那些人學什麼呢 學了拿了一堆工具 又不知怎樣用來拼 接著就學什麼呢 口頭善 這個誰活佛 跟誰傳承 拿一堆人名 當自己懂很多東西 過犯一個錯誤 他都不知道西藏本身沒有文化 在印度搞一堆 婆羅門教育變相的儒家派 就是聖力派轉過去 那些物部有雜物有證物有證物 你說這些浪費時間 洪教法王整套東西 發給我都不要 他們多年很仇將 很仇將 所以這個時間 下一節再繼續 下一節再繼續 下一節再講那個指國行線 指國行線 大家好 我是龍小坤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歌是 誰可聽我唱歌 戴著這面罩別看穿我 穿戴房子有怪心裡有罷貨 誰人聽聽他唱什麼 你說會問這是哪一個 這首歌就是一個馬來西亞的粉絲 他看到我唱了很多的二次創作歌曲 唱了很多的cover歌 他就問我 你沒有自己的歌嗎 我說沒有 他就說 不如我送一首歌給你 那於是我就很開心地接受了這首歌 隨意的卡 我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眾思及嘲笑不遂太難過 亦不需要反駁 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暫於街中的一實感動我 來日起哼這歌 作曲的朋友都是這位粉絲的朋友 就是Ashley Han 作詞的就是陶國祥 而我也有去參與這首歌的填詞 戴著這面罩別看穿我 穿戴仿似妖怪心裡有把火 誰人聽聽他唱什麼 你說會問這是哪一個 古怪的眼光裡唱著我的歌 這首歌的內容大概都跟很多歌者的心聲一樣 有哪一個人可以 即使我戴著面罩 他也是很專心地聽我的唱歌 隨意的卡 我誰可 靜聽我唱這歌 眾思及嘲笑不遂太難過 其實收到這首歌 我就會覺得網絡的力量真的很大 我是香港的人 我可以收到一個馬來西亞粉絲的禮物 而這份禮物是一份很好的心意 雖然它廣東話你也可以寫得很好 但是它也很盡心寫到我想要的故事 我們一起去互動期間 其實已經很促進到大家的交流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我是龍小菌 郭博士答客問 有沒有電話可以打進來 一會兒有電話可以打進來 你說是有什麼東西可以打進去 不是問的 分享一些網友的經驗 她說她的妹妹以前是輕度弱志 那十幾年她妹妹在世 那十幾年家境真的很好 到妹妹走了之後 真是大不如前 你真是秘密因果 她在打上車窿 她的經驗 事實是這樣 所以是很深奧的學問 有些挺巧妙的 也挺圓妙的 圓妙的 圓妙的 這些我通常都不說 我們逛街看到人 有事 看到人 我就不干擾 因為我們 怎樣說呢 大貓有大貓的軌跡行走 郭先生有郭先生的軌跡行走 每個人有他的軌跡 你不需要干擾他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行詞 就比較謹慎 所以有些人 你明白 是你的事 你不明白 亂說錯 又是你的事 因為他有他的亂說的軌跡 他遇到有些名師 或者他應該虛心學東西 他不學的 他遮探歲月 就算在器行都是 在哪個行業都是 他當自己是可以的 他不會很虛心去請教人 他不會說 這個高人我真的要跟他學東西 我們年輕人很喜歡學東西 但他們是不會的 是他的命運來的 你不可以干擾他 有網友打電話 你講啊 有網友電話 可以講 那可以講 是 博士你好 是 你講 我心問 小朋友能不能練健身操 小朋友能不能練健身操 小朋友能練健身操 小朋友能練健身操 能不能練的 我心問 小朋友能練健身操 你等等 我接收問題 小朋友有健身操嗎?練不練得的? 聽到嗎? 哦 幾歲啊? 十歲八歲而已 哪種健身操啊? 我看你九十年代的健身操 那個不應該練那些 是,要成年後才能練得的 那些有病練的那個健身操 哦 那些小朋友叫做游泳 沒發育完早的人最好游泳 好嗎? 是 好,麻煩 好 那講回我們今晚的主題 子惡行善 子惡行善首先 行善就先講子惡先 更快講 子惡涉及我因果 有三種元素 一個條件 一個因一個果 我們就不 世間人呢 比如好像 那是什麼惡事呢? 第一,不要違反法律 希望這個社會都不容許 第二,如果有宗教信仰 就跟隨你的宗教那個守則 譬如猶太教 信耶穌教 神教教有十戒 譬如你佛家 道家 他都有自己的戒律 兒家都有 幾所不育物施人 但這個是世俗人應該要有的 我們的基礎 譬如你沒有宗教信仰呢 我們用什麼為界限呢? 是咯 就說 是人都希望快樂 對不對? 不希望痛苦 自己都是希望快樂 不希望痛苦 那你每件事呢 每件事呢 你不可以讓人痛苦 而自己快樂 就是凡一件事出街呢 你逆地而處 反過來又怎樣呢? 人家這樣對你 所以變成好像我們做生意 我整天做生意到現在 那些人客我們來往幾十年 因為我首先保護那些客人 不要蝕本 他不蝕本 他就要付錢給我 我們的生意就做了一場 你保護人呢 就是保護自己 不要穩度盡 這個不是穩的問題 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 我懂得保護人 就是保護自己 我說如果我做生意 我謹慎 我不會說打過頭拳 就是不會過頭拳 我保護到自己 我不會害人的 當你學會到保護自己 就等於你不會拖累人 還有他有些惡事呢 不違法的 又不違反道德的 但現在在社會上 很多無厘頭 我們在網上看到的 他那些年輕人做個假名 他不是真名的嗎 在網上 然後他做一些公仔 古靈精怪 是負面的信號 那些 做一些口頭善 他不是傷害某些人 他不是傷害人 他是下意識 例如你起個名字 叫他半日窮 暗間你當然在窮也行 所以提起網友 這個是我們屬於刑法學來的 就是你做一些這樣的招牌字 古靈精怪 會對你運程有影響的 你不要以為他弄個假名 古靈精怪 你經常掛在網上用個假名罵人 所以你經常都死 那個對你的運程有影響 另外 有電話 說吧 說吧 可以說吧 郭博士 你好 是 我想聽上次你說 睡在這裏 7分鐘減肥 那隻 那隻要見到人才能教的 好嗎 多謝你 OK 見不到人不講的 再見 OK 所以就說那個惡業是你不知道的 尤其是那個 譬如說你不要說謊 不要說謊之後 你就有那個妄語 就是有些不等待的說話 無厘頭的說話 因為那個都是會吃虧的 這個在我們那個學問 都是不好的說話 嘩 除非你那個是白色的謊言 什麼何謂白色謊言 善意的 有些善意的謊言 你為了保護一些人 或者對人都有理 所以我們的標準就不是純粹用宗教 我自己個人 但是要用智慧來看 究竟我的句話 對人無用 或者有什麼反應 我們是小心的 但有時候我們都為什麼 這麼惡意去罵人 因為那些人 那個是屬於警惡情間 因為我不是出街人 我可以開界的 就是我的守則我可以開的 譬如你在廟裡 很簡單 你一進去 兩個鬼王 肯嚇意象 跟著走進去 四大金剛 都拿了工具 打你那個工具 你不要來搞搞震 對吧 有人說發學慈悲 你發學博士 怎麼這麼怒氣 怎麼怒氣 我還沒成佛 動你 是不是 就是韋陀還拿了那個朝天擊 嗯 在九華山 就因為那個韋陀 有個狀元去探九華山 當年就不相信那個 那個象是肉身 就用一張小刀 打下去 那那個韋陀顯靈 一擊打死了那個狀元 後來他們 扁了他 不讓他做法 所以九華山那個地藏 地藏屠殺那個道場 他們是請道教的皇陵官做護法的 嗯 他的護法不是韋陀 現在所有的那些和尚廟 都是用韋陀做護法的 但是他那次開戒 所以你佛門要分很多層次 所以他 我們為什麼那個韋陀 不是向門口的 向內邊的 我們首先保護自己內心 不是保護外面 不是他擋外面的敵人 最重要是擋自己的心 擋住自己的心 所以他的恩果 就要有一切 要知道你那個 觀察那個實相究竟 你就知道恩果律 是宇宙的法則來的 他第一個特性呢 就是本來如此的恩果 不涉及任何的宗教 不涉及任何人 即是說那個宇宙本身就是這樣走的了 沒有東西干擾他 你沒有東西干擾到他的 你是這樣做就是這樣做的 譬如說你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你不會種瓜變木瓜 但是有些人說 他種瓜得瓜 不止是種瓜得瓜 種瓜得豆 這個就是神學了 就是說上帝 做了那個宇宙 他做了出來 跟著他做了第二個力的 這個就不是恩果律來的 恩果律不是這樣的 這個特性就是宇宙本來如此的法則 就是這個恩果律來的 是很微細的 私無不喪 又會起相應的 現在他們就算用那個念祝福文 做拍腳弓 用泉水 我們將那個宇宙的恩果法則 就是在一起走 變成他影響他那個人體的四大元素 全部急機 無論你的身體和你的心靈都開竅 他練不練就開竅了 那篇祝福文很厲害 現在你普通那個 就算你講密宗 他都是地水火風空 但是我地水火風時空式 我那篇祝福文 你知道嗎 你中國說有些地水火風四樣 中國說金木水火土五行 它是沒有風相的 它是不夠用的 那個元素 所以那篇祝福文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我這麼多年修為 他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地水火風時空式的 但是世間人一般不知道 時間是什麼 不知道空間是什麼 就是說在這個宇宙裏面 時間和空間怎樣定位 沒錯 現在很多爭論 是屬於什麼世界 他們當然不知道 學術上有很多爭論 他不知道就有個爭論 我們不告訴他 他知道不得了 我們有些東西不說 每個人都知道 我就不用搞 你也不用靠這樣搞 那些人蠢 你不敲門 我不敲門 我們不告訴你 法理要求 我們要告訴你 大哥 我們那時候 山上水遠 扣多少頭 慢慢找人引證 連那個大巫師 我們今時今日都說 看不到 多惆悵 因為我們要引證一些東西 一理通白 你不明白 我引證一些東西 我自己對那些東西 更加掌握得到 第二樣 他的誠因 那個因果 那個因果 第二就是 他所有發生的事 他是跟那個條件的理論 而形成的 不會是無端端出現的 就是說你有了一個因 他一定有條件 所以在我們佛學裡 有這個十二因緣的流轉門 和滅門 和滅門 由這樣引起 然後又還原 又怎麼走回頭 你就可以散了它 所以那個 有事惡都有個因果 互為因果 這個是事意理成的特性 第三個特性 是自作自受的 因果 不能跟人擋 你病 我不可以代你吃藥 那盆債 自作自受 不會說 我做了壞事 我兒子受報 說不對的 這些是世俗人說的 說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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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的術數家 原學家都說 幫你轉魂 解劫 那個就是他沒有什麼能力 不是得罪 他們沒有什麼能力 如果他轉魂 轉自己 不會幫你轉 也不會告訴你 好像我們這樣 我怎麼會跟你說 我自己搞定自己 對不對 所以他那個自作自受 這個最重要 就不會說 不會類給別人的 是你自己 受回 就不會說 有人可以跟你擋去 或者你怎樣 這個就沒有的 這個是一個特性來的 一個因果 你不可以說 找人跟你揹飛 又怎樣 這個沒有的 那就是 有關網友都問 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不是死了去哪裡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還沒死 那你問死了的人 問死了的人 我不知道我還沒死 對不起 好 另外就是 這個革命的因果率 是可以改造 不是改變 改造 那最簡單的 譬如說 有些 做很多壞事的人 會做一件惡行 一件惡事 他馬上好 他快要報應 為什麼有些人 跟 等做回那件壞事 一樣 這麼重的 他為什麼那個報應 這麼遲呢 因為他的碗 在了碗清水 你一滴墨水下去 他就差不多分解了 看不到 他的力就弱了 但是那些人的碗小 水少 跟一滴墨水下去 你馬上就燃出來 有個傷 就分別在那裡 就是說有些人 他前身的因果的福報好 那你做了一些壞事 他的力比你大 他就無法燃相 左禁就押住了 押住了 他的種子起不了現行 就是那個惡的因 即時起現行 但是你現在 你梁振英那些 他只是罵一個人 說謊 即時 今時呢 你搞得那麼多人 都不知道多少人說他 說謊 所以他報得快 二眼步 二眼步快 所以他力大 所以世間是很邪 你看到那個因果 即刻來 所以他那個因果律 我們可以改造 不是改變 改造 就是說 我們將那個 為什麼你因為有改造 我們才可以修行 因為你變了宿命論 不是我們的 智慧學問的一部分 即你可以由你的修心 修戒 修智慧 那你將你原本說出現的惡行 他禁住不走得動 因為你沒有條件給他 即譬如說 我都不和你三群結隊 又不去夜場 又不去和別人那些這樣的 那些這樣的 做一些倫敦金的生意 即是報考這些職業 即是騙人 或者進去工人公司 點自己親戚朋友 買一些無謂的東西 自己為了賺佣 我都不和你這麼多 我以前已經 安憑樂道 或者充滿自己的技能 香港好像富貴 今天看報紙 做釘木板都1300元 人工 你做洗頭仔做得厲害的 你擺幾年時間 做得好的 有心得有研究的 明星都喜歡你 是不是 很難請人 現在我們請我小朋友 二十多歲的非法鋪 我朋友都請不到 一萬幾個月 學師都 一萬幾個月都請不到 剛剛有網友問 他們現在這一代的年輕人 看不到前途很痛苦 剛剛網上 checkroom那裏 有人說 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他 快點找到工 打開報紙到處請 終點 你又做什麼 當時洗工都會做 不要讓他停 你覺得沒有前途 前途你自己製造 你有沒有前途的條件 你有沒有為自己真的付出過去學習呢 你沒有 一定要反省 又口衰 又看人不起 又冷 又搏 又搏 又不肯學習 又不肯吃虧 最嚴重 現在那些年輕人很嚴重 哪一件事呢 譬如說 你去大公司 他就認識你 你很難有出路的 你那些中小營的老闆 但他們錯在哪裏呢 一過去見公 他講勞工法例 多認識過老闆的嘛 有幾天假期 又怎樣 一會兒還沒上班 就跟你講數 那你怎麼有前途啊 小朋友 是不是 你有沒有前途 就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 你沒有爭取過前途 你有沒有時間去學一種技能呢 你沒有的嘛 那你的前途何來呢 現在會浪費幾十年去讀沙子 是嗎 你從小一路讀書 是啊 你現在學校很慘 為什麼我放那麼多印度電影 那麼多東西給年輕人看呢 就是那個是很深奧的倫理文化來的 尤其是那三傻大大寶麗活 就是你立心處命 有個指南針 你學一下舞 你連老師十一十 連到那些大學教授都出賣自己的靈魂 奉旋之流 少少波之流 是不是有個人問少少波什麼呢 正說 你是不是 真的忍著有笑 是不是真的可以單手打低少少波 如果打擂台呢 未必可以 因為擂台呢 打擂台呢 它有時間 比如打三分鐘 我單手呢 你戴手套呢 我捱他四拳 我下落他的命 是不是 我最高大個個 這條陰家產民間 他那七十聯堂和李兒那出生的 亂冊 那些就是 共產黨被人害死的 他香港人 他拆共產黨的鞋 就著共產黨的思維來賺錢 那你所有寫的文章 給的意見 搞的雜誌 搞什麼 你都害死了共產黨 你不告訴共產黨 你不告訴共產黨 是錯的 就是這些社會的渣載 他出來呢 他單手 我單手就拿他的命了 我最多拿你四拳 是不是 你慢慢慢慢 弄死東西 我虧了一個位置 我扯你一下 你下班 對不對 我正拿你的命 人體三十六個月位 大哥 隨便拿你一個 你都睡覺了 你知不知道 兇手殺人最快 誰的位置 誰的位置 我不懂殺人 十秒鐘就死了 那麼快 十秒鐘 最快 十秒鐘殺人 兇手 不說了 這些對社會不好 這些都是因果 有些事情不說 但人體三十六個位 有些最快的位置 十秒鐘死 救不到 十秒鐘死 即死 不是說扯一下氣才死 徒手殺人 這些我們在亞洲做工作的時候 千萬不要讓那些立心不良的人知道 徒手殺人十分鐘拿你的命 所以你照樣子出來我一定拿你的命 你一千心死狀就行了 是嗎 單手就拿你的命 所以他那個因果的業力可以改變 只要你要懺悔 所以他那個蘇教和基督教是好的 他令人會懺悔 起碼他懺悔 知道我做了錯事 但我們中國沒有這個懺悔文化 佛學都有的 死慘了 佛學有的 佛學的文化都是印度過來的 但中國本身沒有懺悔文化 所以現在你看到梁先生 或者連他那幫下面的蠶神 沒有一個人有悔意的 他當自己不幸運 你這個矛盾波 陳麥交叉波 你喝完酒練習慣開車 你自己立刻申請辭職 不要害老闆 你不黑劍自己要忍退 你這幾個人不忍退 梁先生就更加難脫身 領無零一的 他不能脫身 中國好像一直都陷著 但如果他不立刻殺這幾個人 梁先生會死以非命 死以非命 就是無厘頭的病走來的 一你睡不著又解不出 你自己想假裝君子 這是人生最容易的 癌症 古靈精怪病來的 你過不了關 你堂堂特首走出來被人罵 你顏面何在啊 領導人召集你下面的馬仔都不見你 那你自己倒閉吧 因為你連那些左仔、左棍都堆你的 我都說有涉緣有些共產黨下面有些不良的集團 是收買民主黨派的人來踩你的 香港那些立法會的 每個人都收買了 每個人有個家 是不是 你覺得那時候是人才嗎 你坐著那個西裝打太 阿滋阿滋阿滋 扮正義 阿滋阿滋 阿滋阿滋 阿滋 這個畫面很過癮的 當年我們在亞洲有一個會 我是不應該見到那些禁地的 因為她特意給我見她太太 即是那些回教組織的女人 你見到那些回教組織 她全部都生氣了 黑暴暴暴閃得對眼 那些暴暴 從頭蓋到尾的頭巾 只有對眼而已 原來他們在那些女人 生緣會自己聚會 一脫下勁抱 你真是害怕啊 世界最美的首飾名牌 就在她身上 我就她太太 那個先生和我們的姊妹 打個招呼 我就不走一進去 我在門口裡 入一入手 還有一塊玻璃 那些茶沙玻璃 那些類似暗玻璃 入一入手 敲一門 郭先生來和你們四個客戶 嘩他們剛剛在那裡聊天 茶會 除了那些蒲 嘩全世界最美的那些在你身上 所有的鞋子 手筋線啊手飾啊 嘩眼花 眼花眼花 所以你看到 世界不在那裡當真 你在街上走到 看到那女人 從頭蓋到腳 你不會知道 這麼嚴重的 對呀 說到富豪問題 有人想問一下 有網友想問一下 郭博士 你對香港的富豪有哪些 你會覺得尊敬的呢 那個不是香港人 不是香港人 不是他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不是中國人 但是香港的富豪 加多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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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很多好事 但是他們沒有招搖 嗯 你只是看他搞新界的農民 那些農村以前 在鄉新界那些 收田捉路啊 給很多本錢那些 新界那些 農間作發展 他做很多人 沒有出聲 但是他當然聰明 到他講的時候 後來發展新界 他建的那些電燈廠 沒有人反對他 嗯 但是我們基金做很多事情 是沒有出來說話的 完全沒有說我做什麼事 掛自己的名字 沒有的 他那些世界性生意的人物 那是猶太人來的 很低調 你還要見我加多些說話 不會走出來的 講些講老的 就是等於我們都不 我們在世界做那麼多事情 我都不喜歡講 我們還要講些壞事 都不讓你知道 都不想讓你知道 因為不讓你知道 我怕影響我後面的人 嗯 因為我在中國 真的在中國很麻煩的 尤其我們在蘇聯那時候 那些支持的人 都不怕多 他們那個組織呢 是比較好監控很嚴密的 就是你和那些什麼人來往 他那些什麼呢 他可以受牽連 所以我們 我就講一些無厘的東西 哇 風花雪月啊 酒色才氣啊 吹啊 我是煩人來的 是不是 我保護後面的人呢 不能影響到他那個地位 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說的 他們自己賣報紙 他們宣傳 就任由他 他講完之後呢 我就 都不是怎樣喜歡 我今天才發了照片 叫個同事發了 我和一個部長的工作 嗯 因為現在有些小小的工作呢 是慢慢公開給人知道 因為我做的工作 是沒有人做的 是其實很重要的 他看不到不做 那我才做的 就是這麼多事情 有人做的 我都不做的 國家都是的 在亞洲都是的 好像說你搞這麼多電影 是沒有人做的 每個人想著自己搞文化 工作啊 自己賺錢回來啊 自己想出位啊 搞大爛餐 自己都累了 大哥 你現成整齊了 那些美好的電影給人家 就搞定了 現成整齊幾本書正的 給人家做為展 因為收工 為什麼自己做呢 是嗎 但是很多人呢 他們有個我相啊 他沒有這個無我的精神啊 他不懂用 他不懂四兩步千斤啊 他不懂身體身汗啊 都沒有效果啊 是嗎 所以我們 第四個特色呢 就說 那個因果呢 是可以變的 變的就不是沒有了那個因果 是不讓他走 就是我有這個種子在那裡 但是你沒有陽光 沒有空氣 沒有泥土 沒有水分 你一種子都不會成長的 就是你那個惡的果呢 都不出不了的 就是壓住了的 好啊 你明白 因果的道理呢 你每逢了一個行為呢 就知道了 啊 我有沒有一個因在那裡呢 如果我沒有的 有個因的話呢 我將來都有一個結果呢 對我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呢 今天就說這個 善恨都是哦 好像我們做善事 善恨就要發握 善恨都要我們都不記哦 不可以記哦 因為你記了 我做了好事 他將來要還給我嘛 那個因果率 他還給我 我走不動的 我回來收你一盤債嘛 大哥 為什麼很多人說 我們在中國 我整天支持了 七千多個人讀完大學 我一個也沒有見的 我又怕你那盤債 我有那個因果率呢 你就扯住我嘛 你不是拿個債還債 我都要扯我回去 我去收數 我去收數 我都走不動的 大哥 所以他臨到最後就說 事惡無根 恩心有嘛 心若滅時 最逆亡 就是這樣解了 就是我的心法 都不給你的事惡因果 和我起相應 做完就算了 水流花借 如柔硬國不留跡 好 這一個今天的始國行善 暫時大家去領悟 拜拜